退休对于职场几十年的人来说,是一种休息,更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。 很多人退休后会主动参与到集体队伍里参加锻炼,学习新的知识,感觉这样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,有滋有味,也不会感觉寂寞孤独,因为大家都不是很熟悉,仅仅依靠着彼此的共同兴趣爱好相聚在一起,什么性格的人都有。 所以,在不了解对方的时候,请不要对谁都善良,对谁都热情,以免到了最后自己伤情伤财,被子女埋怨,弄得自己的顽景凄凉。 百邦尼曾说,善良是很珍贵的,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,那就是软弱,逢人只说三分话,不可全抛一片心,退休后的老人要学会保护自己,不要被有心的人利用和欺骗。 一,曾经的同事。人间失格中有一句话,无论对谁太过热情,就增加了不被珍惜的概率,倘若没有过度的欢喜,便不会有极度的悲伤。 很多退休后的老人面对曾经的老同事,从内心里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,觉得彼此曾经共事多年,彼此间有情分在。 然而,不是每个人都会把曾经共事的情分看得很重。 有人就是利用那些把情分情义看得重的人当傻子,一次次第无条件的请求帮助,满足了彼此欢喜,满足不了就会各种乱说。 有些人觉得,利用曾经的同事关系应该是最好说话的,彼此曾经共事过,请求些事情应该不至于不答应,可这些求人办事的人忘记了,大家都退休了,让别人家的晚辈帮你办事,需要费事费力的,答应你不一定办到,不答应你,又让你没有面子。 有些人觉得同事求自己帮忙是看得起自己,是还惦念着自己,很是热情善良的去帮忙。 毕竟大家都退休了,有些事情不一定能办好,也不一定能办到,太过于热情善良,伤害的是你自己,也许你出钱出力的办完了事情,同事还觉得对于你是举手之劳,不仅没有感激,连你办事花费也不给你报销,那么你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吗? 所以说,退休后,面对曾经的同事,请求帮忙时,要分清事情的轻重,不要太过于热情善良,因为有时候,你的善良热情会被辜负的,到时候,伤心的是自己。 二,相识不久的队友。 知乎上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,为什么总是老实人受欺负? 有个高赞回答是这样的,因为老实人不懂拒绝,不懂说不。 退休后的我们,参加到社区或者广场公园里的集体队伍里参加活动的时候,要学会真别人,不要觉得谁对你好,谁对热情,谁就是好人,就是跟你是有缘人,千万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,用热情和伪善的缘分把你忽悠了。 有的人就是利用老人,尤其是单身老人孤寂的心理和人性使然,欺骗甚至伤害别人,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,有些人会以给你介绍老伴为由,通过各种话语,让你出前请客。 甚至联手欺骗老人的钱财,让老人不知不觉间走进他们早已设计好的局里。 62岁的老张退休后参加广场舞的运动,被热情善良的人邀请一起参加各种活动,有比赛,有联谊活动,老张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一下子舒畅了许多,比自己退休前的日子潇洒多了,但随之也就是他每月6000多的退休金经常不够花,因为每次大家伙聚餐的时候,他都会被嘴巴会说,又抹了蜜的队友忽悠得很开心,总是潇洒的一个人去结账。 老张单身多年,能够在集体队伍里受到这样的欢迎,让他内心很舒畅,后来,就有好心的队友给他介绍老伴,年岁比老张小十岁,但模样身材看起来要比老张小一代人,这让老张的虚荣心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,觉得自己的第二春来了,老张跟这个伴相出了不到半年的时光,就被这个让他深爱的老伴借走了十几万的养老钱,各种各样的借口,当时老张觉得这些借口都合理,如今仔细想来, 自己真的是冤大头,如今找不到这个办了,找广场无礼的介绍人。 人家却说自己跟这个也是在广场上相识相伴,具体个人资料也不是很清楚,报案也只能等着,老张很伤心,还被儿子嫌弃,说自己当初跟老张借钱的时候,做老爹的老张不仅不借还骂儿子,如今倒好被女人欺骗走了。 黑名单里写道,为什么别人敢在你身上做坏事,是因为你让人觉得在你身上做坏事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。 退休后,面对人群里各种各样的人,我们不知道谁是真谁是假,唯有安静地做自己,面对别人的事情不要太过于善良。 也不要太过于热情,因为我们都不是圣人,看不到未来发生的事情,唯有保持自己的初心就好,淡淡相逢,淡淡相交,过于热情善良会让有心人利用。 三,游手好闲的人。 我想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花出去的钱,能真正帮别人解决问题,有个积极正向的反馈。 所以,偏偏有些人,好吃懒做,游手好闲,他们每天都指望不劳而获,从来没想过,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,学到的知识和技能,为自己在社会上争取一块立足之地。 显而易见的是,一个人如果不能通过正当渠道和方式,去获取收入和经验,增长见识,那么他就会通过投机取巧,歪门邪道,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这样的人,嘴里往往没有实话,他们可能会装作可怜地向你祈求帮助和支援,转眼就用你的血汗钱去做坑蒙拐骗的事,事后人家可能还诬赖你,说如果没有你的钱,自己不会侮辱歧途。 这不能不让我们寒心和痛心,其实,一个人的根本很难改变,这就需要我们具备慧眼,就算自己家底厚实,也谨慎地帮助人,尤其是避免帮助游手好闲,不务正业的人。 4. 善度又狭隘的人 有一天你发达了,以前瞧不上你的人,和你有仇的人,都会对你点头哈腰,讨好奉承,指望能从你这站点便宜,你也许会心软,想起以前的恩怨和误会,认为正当自己风光如意的时候,做点好事,帮助这些人一把,他们就会对自己感激涕零,恩怨情仇,就此消解。 4. 我只能说,你的接近,能彻底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善意和真诚,并且铭记于心,尽力回报,这需要对方有非常优良的素质,如果你帮助的是一个善度又狭隘的人,那么你的付出。 5. 只能成就,他对你的再次剥夺,一次他们嫌不够,还会来第二次,第三次,只有看到你潦倒了,困窘了,他们才会心里舒坦,这种人往往自卑,他们眼红你的成功和富有,极度你的慷慨,觉得你的热心帮忙,是对他们的施舍,认为你高高在上,而他们无地自容,敌你一等,所以就算你家底后,也别接近他们,费力不讨好。 5. 口无遮拦,忘恩负义的人 5. 一个人的外在表现,可能会在不同处境下,有不同的表现,可是,一个人的根本很难改变,有些人接受你的帮助,是为了能更好地制衡你,管控你,对他们多接济,人家也不会觉得你做了什么好事,反而会认为是天经地义,一旦你不再接济,人家反而会指责你不负责任,或是斤斤计较,爱慕虚荣,瞧不起人,开始嫌弃和疏远他了,甚至必要的场合,他们还会落井下石,因为你断了他们的财路。 5. 而大肆地宣扬你的隐私,口无遮拦地说三道四,让你下不来台,颜面尽事。 6. 退休后,我们的钱都是对自己之前付出的回报,不是凭空产生的,请珍惜自己的努力,不要随便支援他人。 6. 对于忘恩负义,只管自己逍遥快活,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,不顾及你,不感恩你的人,趁早远离,断了他们的念想。 6. 少搭理这种人,是对自己的保护。 6. 有网友说,你的善良是给有志气的人引路,给弱者温暖,不是任由别人欺负,你的热情也要给予值得的人相拥,否则就是伤害自己的戾气。 7. 古人说,阴闲者不骄,傲慢者误言,又说,是其所以,观其所游,查其所安,都是在告诉人们,观察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,不仅要看面相,更要看内心。 7. 退休后到了一定的年纪,内心就柔软了,经不住别人的好话,容易心软,容易轻易地相信别人,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热情善良,带给别人更多的欢乐和开心。 7. 然而,不是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善良有爱,我们需要甄别,需要学会保护自己。 7. 走在建老的路上,我们要把有限的精力体力和财力用在自己的身上,对于别人不必那么热情善良,做好自己就行,淡胆之交就是很好的相处,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。 8. 单位 10. 资格 11. 资格 1. 资格